六猴 你干嘛呢 你有钱啊 在这摆框 我愿意 我今天正好挣了十八个铜板 我把它呀都扔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十八天 没上丝过牙去见大师兄了 对不对 你还不算太傻呀 大师兄 你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在这多聊会儿 我先把饭篮子提下去 走 六猴 你想跑啊 我们一块来的 一块回去 小师妹 我有话要跟你说 六猴 你也站着 听大师兄教训 你哪口宝剑 我跟娘说过了 说我自己在练玉米十九剑的时候 一不小心剑脱鞘 掉进山谷里去了 为这事我还哭了一场 娘反而安慰了我 说下次再设法给我找一把好剑 这件事早就过去了 你还替她做什么 我一定到江湖上去寻一口 一样的宝剑还给你 只愿我自己学艺不经 又能怪谁呢 但己宁师 各必听你 你说什么 这是小林姿常说的 但尽人事各凭天命 但己宁师各必听你 林师弟 林师弟自知聪明 又肯用功 还救过我一命 别说他为人有侠气 你别看他平时傻乎乎的 谁也没想到 这么一位挨打包不平的 林平之林大侠 武功竟是那么稀松 武功是可以练的 可这侠义之气却是与生俱来 人品高下 由此而分 大师兄 除了侠气 还有一样气 你和小林子也是不相上下 那就是傲气 小林子跟你都一样 骄傲得很 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大师兄 这股傲气是应该的 他姓林的算什么 也配耍骄傲 师兄弟们 都瞧不起他那副德行 六猴 你怎么老跟小林子过不去 我看他还有几分相跌呢 他要是安分守己 也就罢了 否则我姓陆的 第一个找不了他 他到底怎么不安分守己了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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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 哎 六猴 六猴 到底是怎么了吗 六猴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呢 但愿六猴看走的也 哎 六猴 六猴 好 руп 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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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去联络几个人就来嵩山拜见盟主 好 除掉了岳不群 就剩下恒山派的定义师太了 到底是一群泥沽成不了什么气候 师哥 你就准备做五月剑派的掌门吧 一群泥沽 来自干吗 韩兵真妻 宋山弟子奉索盟主之令 恭言华山建宗二位师叔 宋山弟子奉索盟主之令 恭言华山建宗二位师叔大驾上山 请起 请起 二位师叔 请 宋山弟子奉索盟主之令 恭言华山建宗二位师叔 一架俊级产任 不敢不敢 请起请起 二位师叔 请 五位师叔 大尉师兄 光临松山 荣幸荣幸 左盟主亲自带领弟子演武 令人敬佩有加 整整一个东西 盟主天天演练 风雨无阻 统一江湖大业 非左盟主莫属 二位师兄重返江湖 振兴华山剑宗一派 实在是江湖上 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惭愧 惭愧 二十五年前 只为华山弃剑两派之争 弃宗不顾本门情义 自相财杀 逼得剑宗传人隐姓埋名 退归山林 这次承蒙左盟主不弃 我们才有重返江湖的机缘 华山派能称雄百年 不是岳不群一人能独霸的 岳不群篡夺华山掌门的位子二十五年了 他也该挪挪窝了 我们师兄第二人受剑宗传人之托 恳请左盟主 发下五岳令旗主持公道 匡扶正义 铲除岳不群 扶持剑宗重掌华山派 咱们慢慢商量 慢慢商量 怎么 剑宗传人 一旨要求左盟主 一同五岳剑派出任掌门 一同五岳剑派 左盟主出任掌门 这可是众望所归 人心所向 恒山泰山两位师兄 驻华山剑宗夺回掌门一事 意味如何 千座盟主翻路 请过令旗 命泰山 恒山 嵩山派几位师兄 驻华山剑宗返回华山 收回掌门之位 请遵作王公平 RISADASEND Suzuki 驻华山 滾 鹏 哼 想不过我划山剑发 我刺 金破华山剑法 我叫你金破华山剑法 谁在笑我 谁啊 这种卑鄙无耻的事 岂是我令狐中所为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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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猴 怎么是你啊 你管谁叫前辈呢 去 六猴 你是钢琴洞吗 我一进来就撞上你了 怎么 动力闹鬼啊 你猴急的来干嘛呀 大师兄 师父师娘上来看你来了 在哪 说是要传你紫霞神功 先要考察你的内功修为如何 马上就上来了 六猴 你赶紧去见师父师娘 我把动力打扫打扫 快去 大师兄 我帮你打扫吧 你快去 是呀 哦 师娘 去吧 娘 好妹子 多谢小师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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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九宫 紫霞第一 为了传授本门派最高的武功境界 现在我们就先行考察一下令狐冲的功夫进展如何 开始吧 是 冲儿 出剑吧 师娘请 stad 帝 是 娘使的什么招啊 好像不像剑法 它有点像招法 这就是在模仿天博光的刀法 想要杀了这个银贼 就必须以快制快 看 干这招 快还招 弟 大师兄使得什么招啊 冲儿 用心还招 不好 爹 娘 小畜生 你想干什么 师父 徒儿知错了 令狐冲 你在四瓜牙练的什么功 我 我刚才想也没想 一着急就胡乱使出来 我就知道你想都没想 是 这是剑宗的邪路 知道吗 剑宗 早在二十五年前 我们华山派就有弃剑之分 我们弃宗认为应该是以弃欲剑 练功是从练剑宗是从练弃器开始 而剑宗呢 他们认为武功一成 即或是内功平平也能够出奇制胜 最好是弃弓剑术 两者都是主 都是主也就是没有主 但是这句话便已尽魔道 要在三十年前早就没命了 爹 这么可怕 反正剑宗已经服输了 他们死硬到底 始终不肯服输 当年在玉女封上大笔剑 一败涂地后 他们大多数人都横剑自尽了 没死的呢 至今下落不明 玉女封上一场厮杀 我们华山派就损失了 二十几位前辈啊 都是同门骨肉 却要相互残杀 最终结果呢 华山派的五岳盟主的地位 被嵩山派抢走了 这是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弃剑之争吗 所以崇尔 我得提醒你 你按照现在的剑法练下去 不出三年 你就会剑重于弃 最终毁了你自己 也会毁了前辈们用性命换来的 正宗武学 更会毁了我们华山派 师父师娘 弟子犯了大错 请师父师娘重重责罚 不知者不怪 知错就要改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还按照现在的剑法练下去 重责取你的性命 轻则要废去你的内功 把你逐出门墙 都听见了吗 听见 都给我好好记住 是 是 是 师父 师妹 你说 刚才令狐冲的一剑 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但愿他是无意的 这么说 你也怀疑他是有意的了 冲儿 是个悟性极高的人 出招是无意 但招数呢 似乎是练过 或者在他脑子里过过 无意中 露出有意 难道 能有人给他指点 莫非在丝过崖上 还有剑宗的余念 师父 师父 什么事 师父 山下刚刚传来消息 说恶贼田薄光 已经离开长安 又到开封 做了洗宗大案 嗯 知道了 去吧 是 师妹 看来 咱们得往开封府 跑一趟了 师兄 眼下危机四伏 嵩山派 已经派人去了后山 万一找到剑宗传人 挑起剑弃两宗的争斗 师妹 我们明着是去除掉 田薄光这个恶贼 实际上是为了打探 左冷禅的动静 华山派 华山派不能坐以待毙 只怕华山上 要有一场血光之灾呀 老师 华山派 据 想 也得温 哎呀 夜到晚 夜到晚 哎呀 走啊 宋美酒啊 酒美啊 酒香啊 烈火香 故人填不光来访 哦 田兄 真是想不到 你怎么会来到这华山之上 听说令狐兄 在华山顶上坐牢 嘴里淡出鸟来了 小弟 特从长安折仙酒楼的地窖里 取得了两滩一百三十年的陈酒啊 来个令狐兄 饿个痛快 将这一百斤酒挑上华山绝顶 这份人情可大得很啊 好 田兄 恭敬不如从命 请稍后片刻 来来来 田虎兄 来呀 好 田兄 尝尝 好酒 多香的酒啊 人间没酒 是所含有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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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听人言道 长安纯酒 以当年李太白石石喝得大醉的 折仙酒为第一 当今之时 除了这两大坛酒 唯有第三坛 哦 难道折仙酒楼的地窖里 只有这两坛酒吗 是的 我取了这两坛酒以后 见还有两百余坛酒 心想 长安城里大官贵人 凡夫俗子 都能喝上这样好的美酒 又如何能显得华山派 令狐大侠 那佼佼不群 与众不同呢 因此上 我就到了酒窖里边 我就 噼里啵朗 稀里哗啦 那酒香四叶啊 酒掌极腰 天兄 你竟然把那两百余坛天下美酒 打了个稀烂 是啊是啊 天下只此两坛美酒 这份礼品才显得 如此贵重啊 哈哈哈哈 多谢多谢 其实天兄 将这两大坛酒 从长安挑上华山 何等辛苦麻烦 别说是天下佳酿 纵是两坛清水 令狐冲 也领你的情 大丈夫 好汉子 我天某 是个无恶不作的银贼 令狐兄却坦然而隐 竟不怕酒中下了毒 也只有如此雄心的大丈夫 才配合这样的天下名酒 田兄真是取笑了 不过小弟与田兄交手两次 深知田兄品行自食不端 不过这暗中害人之事 却是不屑为之啊 哦 令狐兄 你可知我这两坛酒 是从长安挑到洛阳 然后又转到开封做了两件案 才到华山上来的 哦 原来田兄是为了引开我师父师娘 才敢上华山来的 哎呀 这也是逼出来的法子嘛 那好 田兄既然来此就是客人 荒山上无意款待 我就借花献佛 敬你一晚这天下第一枚酒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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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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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哎 哎 哎 天不光 你作恶多端 人人切齿 我令狐冲敬你落落大方 不算是个卑鄙之徒 才敬你这碗酒 咱们共饮之仪 就此而见 我令狐冲今天再来领教领掉你的快刀高招 你再撕过牙变得可厉害呀 哎 你也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对待你这种人 就得要不问是非 拔剑便傻 这次我找你办事 对你大大的有好处 用刀剑讲话 早知今日 何必 当初 哪来的今日 哪来的当初 当初 我们两个人在衡阳有同桌共饮之仪 还有互让窈窕淑女之情啊 你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令狐兄你看那可爱的小尼姑 我就很情愿的让给你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我是让给你一个好师父 我说天兄这千里迢迢的跑到华山干嘛来了 肯定是奉了你小尼姑师父之命送这两坛美酒给我的吧 那是为了报答我帮他 收了你这么一个乖乖的好徒弟吧 这件事情跟小师父没有关系的 有关系 师父就是师父 还分什么大师父小师父 你拜仪林为师是你的造化 你还想不认账吗 你 你手上的功夫不行 嘴上的功夫倒挺厉害 我实话跟你说吧 一林小师父 日日夜想着你 请你去见他一面 怎么样 动心了吧 去 还是不去 不去 别说是你了 就是我师父师娘 五月盟主皇帝老子 谁说了也没用 总之是不去 一万个不去 我十万个不去 李慧兄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咱来打一朵 打什么朵 赢了我不去 这输了嘛 我就更不去了 这输了也不去 你要能 接住我快刀三十招 我铁木工拍拍屁股就下山 如果你挡不住 你就得跟我一块下山 三十招 田兄未免有点太小看人了吧 接住 快 一招 两招 三招 四招 五招 七招 八招 九招 开 十招 第几招 二十五六七八九十招吧 我输了 不过我事先说了没有 输了赢了我都不去 我说过没有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言而无信 怎么能 这事可真稀奇古怪了 当初我让你拜小尼姑为师 那不过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没想到 田兄还当真了 我要请不动你下山一个月之后 我就惨死了 哦 天下果然有这种事情 嗯 你看 我被点了死穴下了剧毒 倘若请不到你 一个月以后就会腐烂化农 我会受三年零六个月的罪 然后慢慢死掉 哇 原来如此啊 田兄 不知道是哪位高人 跟田兄开了这么大个玩笑 你别跟我说风凉话了 如果我活不成 你也别想平安大吉 哎 田兄 刚才在下输给你的 是因为最近天气闷热睡眠不好 嗯 我心中不服 待我休息片刻 咱们再重新立光 哎 哎 你上哪去啊 我回我的仙洞去睡一觉 睡 省得在这听你啰哩啰嗦的 嗯 嗯 真是好地方啊 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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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光 这次有你好受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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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肋骨断啦 肋骨断啦 天兄 你这一脚好重啊 搞祸 你刚才剑术招法很多 什么人叫你的 我自创的行不行啊 说好的是比剑的 又是拳又是脚 这次不算 天兄 就算你在三十招之内 我不小心摔倒了两次 算你武功高强吧 你要杀便杀 你为什么要笑我 要笑也就笑了 为什么还要冷笑 冷笑完了你是不是还要耻笑我 我跟你比剑法 不是跟你比谁心情好 我也可以笑 哈哈哈哈哈哈 就算是我错了 行不行 这还差不多 等我回头好好想想 咱们接着打 你等等 你刚才进洞 想那么多怪招 什么人在里面 我想进去看看 看看行吗 那可不行 这洞中 这洞中住的许多本派前辈 你以为你会几种效法 又不是华山派弟子 就能进去看了吗 原来如此 那他们怎么不出来呢 田兄 这些前辈自然是不屑 与田兄动手呢 他们自民情狗 他们公民钓鱼 他们浪的虚名 真是浪的虚名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田兄 这几位老前辈 那可是归隐已久啊 他们的名号嘛 那可是不变泄露 就是说了 恐怕田兄也不知道啊 我看哪 还是不说也罢 龟派中还有谁啊 封清阳 封老前辈 你不要乱说啊 就算你封太师叔来了 终归 不用 不用 我当真指点几下 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小子吗 你 你就是 方建阳 老前辈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令狐冲 是 你也太不成器了 我来教你 你先出一招白红灌日 接着便是有凤来仪 再是一招金燕横宫 接着结箭时 是 多谢封 封 封太师叔 嗯 田兄 果然聪明啊 接招吧 白红灌日 你跟我下山 要不我掐死你 老子又不跟你下山 老子已经打了一百多招了 我关于多少招呢 我赢了你就跟我下山 淳财淳财 不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 只是拘泥不化不知便通 这用剑之道 将就行云流水 无所不至 令狐冲 这金玉满堂一定要用剑嘛 这 这行得通吗 天兄 少赔了 本门徒孙 拜见本门前辈 封太师叔 你跟我进来 我教你几招 是 岳不群这小子 当真是狗屁不通 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 却被他交成了蠢驴木马 太师叔 我不跟你学了